少年歌行,遭魔改,观众却拍手称赞,小道士或有救了。 唐门发难 唐门的毒莲和暗壳的蜘蛛,英雄宴上的这次投毒骗过了雷门和参加英雄宴的武林人士,打了雷门一个措手不及。 英雄宴,除了唐门的人还站着,只有小毒物温良和雷千虎,雷门的管家和下人不算,雷千虎常年受寒毒侵扰,常遍各种毒药,如今也算是半个老毒物了。 唐门和雷门的恩怨本来是两家之间的事,唐老太爷拉上暗壳一起来,还迫害其他参加英雄宴的人,这是要受到整个武林唾弃的,唐老爷子成功集真少年歌行最不受观众角色排行榜的榜首,一举超越了暗壳大家长苏昌和。 感觉很多作品中唐门都有25载,唐门的两大特产,暗器和25载,多点开花。 这次唐门和暗壳的联合行动,把主战场分成了三块,唐老爷子带着唐门的三位长老还有暗壳沐佳佳,珠母与末在英雄宴上正面刚雷家家主雷千虎, 怒见仙则是直接去找雷轰的麻烦了,剩下的暗壳大家长苏昌和,带着暗壳谢家家主和苏家家主去围攻了主角团。 如果算上之前六大高手伏击李寒一,四个战场,多点开花。 就目前的形势,联合作战部队全面占优,英雄宴上唐老太爷都还没有出手,三位长老家木与末就全面压制了雷千虎,哪怕是虎爷把雷门的热兵器搬出来也无济于事,最后身受重伤。 主角团那边,千虎和唐莲联手勘勘挡住卸气刀的攻击,雷无杰和齿散鬼这边,雷无杰一直是被动挨打的份,至于不动如山的那两位,暗壳这边是武功最高的大家长,主角团这边是没有战力的萧瑟,高下立盘。 雷红和颜战天的战斗,雷红算得上是半个剑线,颜战天则是剑线里最刺的,两人实力悬殊不是太大,属于是4.5,5.5,接近于55开,当然雷红是4.5。 雷门三截。 关键时刻,雷红和雷红出现在雷千虎的身后,雷门三截并肩而立面对嫡妻,突然觉得这些年来雷千虎真的太不容易了,两位大哥一个躲在雪月城里,一个最新武学,把诺带一个雷门丢给了虎爷。 雷红和雷红的出现,就连唐老太爷也百思不得其解,按说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摆脱对手出现在这里,这两人的出现让场上局势发生了转变。 以雷门三截的实力,老太爷带来的这些人压根拿不下来雷门,更不要说灭了对方,被反杀也是极有可能的。 魔改剧情 无心小和尚接提的雷轰继续和怒剑仙solo,上次打不过就跑,大不了再跑一次。雷云鹤那边又会是谁前来救场呢? 仅凭主角团是打不过暗和的两位家主和大当家,如剑仙义或是枪仙。 反正剧情已经魔改了,也不差再改狠一点,道剑仙和雪月剑仙连妹而来,岂不快哉。 按照小说,此时的小仙女和小道士已经是一死一疯的惨淡结局,但是动画迟迟没有他们俩的画面,这不禁让观众们又心存侥幸,会不会是小道士悠久了? 前来搭救的是小仙女和小道士,两人一顿砍瓜泄彩把暗和以及藏门众人打得仓皇逃窜,最后两人回到青城山过上了没修没扫的生活。 以上剧情只不过是观众的一厢情愿罢了,动画中已经出现了一众高手伏击李寒衣梢的画面了,这回英雄艳伏击已经结束了,动画为了播放效果把小仙女和小道士这一段放到第二季的最后压轴,这一定是一个华丽,感人同时又凄美的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